第十一题,已知如图 有两条线段平行 AB平行B珠 C点在B珠上 如果A1是等于5 B珠呢,等于8 三角形AB珠的面积是24 那要求另外一个绿色这个三角形 ACE的面积是多少 三角形的面积叫底乘以高 除以2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B珠的高是多少 我们画出它的高 在这个地方 这是它的高 假设叫H 三角形AB珠 面积24 它的面积叫底乘高除以2 底乘以高除以2 除以2就乘以2分之1 算出来呢,叫做4H等于24 也就是说H会等于6 三角形AB珠 它的高就是6 那我们再看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三角形ACE 它的高是多少呢 三角形ACE的高在这个地方 我们假设呢 我们假设呢 它叫做K好了 它的高假设是K 请注意 那H跟K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H跟K呢 都是平行线之间的距离 两平行线之间的距离 处处相等 所以H跟K就会一样 所以H跟K就会一样 因为AB平行B珠 所以呢 这个H呢 跟K都会一样 这个叫做平行线间的距离 处处相等 我们刚刚算出来H等于6 所以 这个K呢 也会等于6 那现在要求三角形ACE的面积 三角形ACE的面积 底层高除以2 底是5 高是K 底层高除以2 那K是6 所以是5乘以6 除以2 5、6、30 30除以2 算出来答案等于15 所以这一题呢 答案选C 这个选项